基隆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发放爱心快筛试剂 4月6号早上轮换到七堵区各里发放 傅民里一大早就排着人龙等待领取 不过里内有一千多户 却只分到三百多剂 里长吴明宗和市议员张耿辉 都希望市政府可以向中央争取足够的试剂 这里这里统统一千六百个 结果这里发三百六十几分 所以我现在来给他们先来先发 但是我一定会看到是不是很本利的 市政府也一倍交代 所以发完为止了 不过现在说到三百多户年了 我从来没做那一路 走不够用就对了 一定没够了 好像一千六百个 我三百六十五户 一户也没有一户 负民里来讲的话 以负数来讲的话是一千一百六十八户 那这一次他们总发了大概有三百八十五剂 那话又说家里面都是一口来讲的话 他有一口大概几个人 大概五六个人也有 他只能分一剂 那其他人他还是要防疫 既然是全面防疫的话 我想中央择伍旁贷的 在整个剂量方面要前例的来支持各省市 以免家人中有五个人他只能拿到一剂 所以这样的话还没有拔到我们的前名来防疫 所以在这边我也呼吁我们市政府卫生局 积极的来向中央争取 里面们都拿着身份证依序首部消毒后 进到里面活动中心 领取快筛试剂非常有秩序 市议员张耿辉和里长吴明宗 也呼吁里面拿回去后可以确实使用 如果快筛是阳性 记得联络卫生单位做进一步PCR检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